從我那個本書範例裡面抓的範例對不對 那第五章你可能看不到 舊版的話是看我剛剛講過是看不到就是載進來 因為那個程式有錯誤 新版的話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特別是新版在哪裡 新版這邊你其實就是 做出來類似有這個效果有沒有氣泡的話 因為如果你不懂前面的部分的話 你看他的程式你會完全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知道Listurview是這樣的一個結構的話 你再來看你就會說原來關鍵字是這樣就看得比較懂 那這個更新版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我有放一個就是更新版因為他舊版會有錯誤在哪裡呢在雲端白板裡面雲端白板的下面一個是 那個 App專案 這個來去台北注意玩 那這邊的話你把它開起來 那記得就是說要貼上去的時候要記得 從哪邊貼呢 從 這個頭貼有沒有 就script language有沒有頭 尾巴在哪裡呢尾巴在最下面 你就把頭跟尾有沒有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舊版上面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複製一下 或者Ctrl C 貼的話就貼到那個 你們來去台北注意玩這個舊的本來沒辦法顯示對不對 你就找到script 一直到script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是舊版的 這也不要貼多也不要貼少貼到這裡OK貼上 貼上之後再再把它提示一下應該就可以看到地圖了 看到那個底下的list view 那城市部分如果各位等一下有時間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這就是城市 但是 這一行 從哪邊來的呢 其實就從什麼 從剛剛我們不是有那個 台北市政府不是有開放 開放資料對不對 那不是有一個 傑森檔 就是那一串 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用什麼方式呢 用get用post都可以了 把它 如果將來各位要抓網頁的資料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然後他的datatype是json 如果說有資料的話呢